OK 好來 請到我去說來到我們的舞台上 突然被Cue了 我剛剛吃過你的花 還看得出來 你還沒講完耶 好 來那接下來在這個階段呢 因為剛剛呃 待日一日店長嘛對不對 對 我們在最後要抽獎之前呢 要請你用待人家一日店長的身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 你使用Aurus 17的一個心得 好不好 因為雖然他們都買不到聯名款了 但是其實Aurus 17還是買得到的嘛 嗯 是 對啊 你說我今天請到每 每個人都有一台 對啊 因為我們平常打遊戲都是用Aurus 17 然後呢 Aurus 17有一個 我自己使用上面我就覺得 因為它是一個頂規的電競餅店 然後它打遊戲非常順暢 所以就不用說了 然後再來是它也很方便攜帶 很很很很 說輕便嗎 因為它應該說在這個 這麼17吋的螢幕下 它的機身其實是相對是比較小的 哦 對 就是螢幕很大 可是機體看起來 可是機體又不大 所以很方便攜帶 聽說它是全球第一台 極窄天空的螢幕是不是 哦 真的嗎 對 對 原來是全球第一台 對 然後呢 也是 Aurus 17台跟樓軍說聯理的 是 是 那因為我們有準備海報 所以呢 在抽獎之前呢 我們還問大家問題 然後送海報出去 好 沒問題 其實我那個取機的實惠有拿到嗎 現場還有誰想拿的 啊 啊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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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 第一個問題 你要出題啊 我出題 你出好了 好我出 請問 老軍說代言的筆電 11號 是什麼 喔 剛才就 剛才有講過N辯 N辯 好 就直接選擇他嗎 還是321之後看誰收取的就好 好 321好了 還沒還沒 我說321好了 怎麼這麼神奇 對啊 怎麼可能這麼神奇 321 這位男同學 這個是 這個是跟我的 跟 就是跟我的這個 聯名款 就是 一模一樣的名字 就是上面有我的圖片 然後 然後已經賣完了 那 我 那個 如果我靠 算了不要講太多了 就是AORUS 17 答對 好難解釋 好難解釋 恭喜你 還是你們 你們怎麼懂他要講什麼 沒關係 不重要 對 就是這台筆電 叫做AORUS 17 然後跟我的 有 有我自己的 一樣規格 對 一樣規格 然後有我自己的圖案 這上面的是 叫 X14 對 那接下來下一圖 我們就問一下 好 什麼 欸 上面有圖案 請問是 叫做什麼 AORUS 17的哪一個 OK 欸你們剛剛有仔細聽嗎 我沒有 沒有 有 有 太好了 3 欸 欸 欸 那個 C帽子 C 然後 XC XC什麼 XC XC14 你確定嗎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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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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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一位 這個 男同學 男同學 男同學太快了 OK X1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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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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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來開玩笑 好啦 恭喜你 謝謝 恭喜 好 來下一題 好嘞